由于俄乌战争持续进行 在地面战场上步兵的支援能力越发的重要 如何在战场上有效的支援队友 保证士兵的安全 成为了乌克兰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西方国家的支援中 对付主战坦克以及轻型装甲车的武器很多 比如NLAW反坦克导弹的数量 已经超过了4000件 但是装甲车和主战坦克的数量 而且大多数都是老款战车 在性能武器等各方都不如现代战车和坦克 为了保证地面战场的优势 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乌克兰便喊话澳大利亚 希望能得到澳大利亚的丛林之王大毒蛇装甲车 澳大利亚也不吝啬表示完全没有问题 可以使用C17环球霸王运输机 将大毒蛇装甲车送到乌克兰 除此之外 还会送去枪支 军火 防弹衣等装备 而大毒蛇装甲车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那么该装甲车的性能到底有多好 它又能给当前的战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今儿就来好好聊聊 综合南半球的其他国家来看 澳大利亚的军事实力还是说得过去的 在二战时期 澳大利亚军队就参与了英美联军的作战 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也出了力 其武装力量并不弱 并且具备独立研制武器装备的能力 在二战期间 澳大利亚就研制出了哨兵中型坦克 只是其性能并不是很优秀 以至于二战之后 澳大利亚军队中装甲部队的装备 几乎都是以鲍伊A2主战坦克为主 不过在轻型装甲和中型装甲车这一块 澳大利亚还是研制出了S55和S600等多种型号的装甲车 而其中的翘楚就是大毒蛇装甲车 该装甲车是澳大利亚最成功 影响力最大的一种装甲装备 虽然澳大利亚说大毒蛇装甲车是自己独立研发的 但实际上它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最初参与研制的是澳大利亚的佩里工程公司 并最初完成样车的设计和试制 1997年初的时候 澳大利亚的ADI公司从佩里工程公司 购买了大毒蛇装甲车的全套设计图和样车 后来美国的斯图尔特公司 史蒂文森公司 英国的罗克威尔蒂莫尼公司也参与了进来 所以大毒蛇装甲车使用的发动机 倒变速箱以及制动器等设备 基本上都选用了美国或者英国的产品 这种设计虽然没有提高澳大利亚本土的技术水平 但是好处也很明显 使用国际上成熟的产品和部件 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 并且在可靠性上也能得到保证 其性能也相比较自己研发 也可以得到较高的提升 大毒蛇装甲车属于4×4轮式结构 战斗权重为14吨 车长7.18米 宽度2.48米 高度2.65米 成员两人 载员七人 在设计之初 澳大利亚就考虑到在恶劣环境中使用 所需的安全性和防护性 相比较其他的机动车 大毒蛇拥有较高的防护水平 可以满足防御地雷 爆破器材 迫击炮碎片和轻武器射击等特殊要求 所以我们也称之为防护机动车 需要注意的是 其主要功能还是将步兵运送到战场上 只配备了轻型装甲 所以也被澳大利亚陆军与生产商界定为机动步兵车 而不是装甲运兵车 大毒蛇装甲车的外形比较彪悍 武器装备也很是豪华 车顶上方装有一挺12.7毫米机枪 也可以装有一挺5.56毫米或者7.62毫米机枪 以及40毫米的榴弹发射器 选用机枪装在顶部旋转枢纽上 或者带有稳定器的遥控武器站上 比如荷兰军队采购的大毒蛇装甲车 配备的就是R400型带稳定器的遥控武器站 装12.7毫米机枪并配备有激光测距仪 以及骤尖瞄准仪器和热像仪 在车体两侧也各安装了一组三具烟雾弹发射器 保证下车时的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 也可以在车厢内部安装一门迫击炮 通过顶部舱口发射炮弹 大毒蛇装甲车以机动性为重点 所以其动力装置十分出色 采用的是美国卡特皮勒公司制造的 六缸涡轮增压风冷柴油机 最大功率为221千瓦 这种风冷发动机很适合在沙漠等水少的地区使用 转动装置则是德国ZF公司的业力机械式变速箱 有六个前进挡和一个倒挡 早期的大毒蛇装甲车 用的是美国阿里逊公司的七挡全自动变速箱 其传动装置位于车体的最前部 同时为了保持在公路行驶和越野的性能 大毒蛇装甲车在四个车轮处 装有独立螺旋弹簧悬挂装置 以及长短臂插杆行业双向减震器 轮胎也可以防弹 并有中央轮胎充放器系统 可以控制每个轮胎中的气压 来改善装甲车在不同路面上的行驶性能 大大提高了装甲车的可操控性 得益于精益求精的设计 大毒蛇装甲车的公路最大行驶速度 达到了120公里每小时 最大行程为1000公里 值得一提的是 大毒蛇在设计之初 便考虑了各国用户的驾驶习惯 车长和驾驶员的位置 可以很方便的互调 还一改装甲运输车观察窗过小的特点 并且驾驶室前部有宽大明亮的防弹玻璃窗 对外观察条件非常好 而且大毒蛇装甲车车体后部两侧 还放了两个备胎 这对于4x4的轮式车辆是不多见的 作为轻型装甲车 该车辆可以用C130大力士运输机空运 提高了机动性和快速部署能力 在战场上 除了机动性 防护力也同样重要 大毒蛇装甲车颜值的本来目的 是为了取代阿富汗战场上的 路虎无防护吉普车 所以在防护能力上比较重视 大毒蛇装甲车的车体为 钢制装甲全焊接结构 能防反坦克地雷 步兵地雷 以及小口径普通枪战的攻击 其防弹玻璃的防护能力 与车体钢制装甲相差无几 而且车体底部甲板 采用了微型结构 可以有效地减缓地雷爆炸时的冲击波 加装附加装甲后 可以达到三级弹道防护水平 这些在伊拉克战场和阿富汗战场上 已经得到了验证 虽然在战场上 有在战损的大毒蛇装甲车 但是车内的承载人员近乎没有伤亡 在伊拉克战场时 曾经受到了7.62毫米口径的子弹 在30米近距离的射击而不被穿透 车底的特殊微型结构 保证了装甲车的安全性 并且避免了地雷对车厢内的载员造成伤害 通过实战发现 大毒蛇装甲车能承受 10到20公斤装药的地雷爆炸威力 同时 该车的车门还采用了防卡死设计 允许成员在车辆受到严重损害后紧急逃生 在内部防护上 车体内采用防破片内衬 大幅度提高了车辆被击中的防穿透性能 同时 车上还安装有自动灭火溢爆系统 可在极短的时间内扑灭重弹引发的火焰 除此之外 大毒蛇装甲车还能加装模块化的附加装甲 这些由以色列设计的附加装甲 使得大毒蛇装甲车 有了比美国JLTV装甲车更强的防御能力 为了迎合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的需要 澳大利亚在大毒蛇装甲车的通用化上下足了功夫 大毒蛇装甲车与澳陆军装备的轮式步兵战车 在零部件方面具有百分百的通用性 从而大幅度节约了使用与维修成本 当然了 大毒蛇装甲运输车的附属设备也很齐全 比如独立式空调设备 保证成员在炎热气候条件下能在车内长时间工作和战斗 并且配备了自救脚盘 最大牵引力达到了98000牛 同时车内有饮用水供应系统 水箱容量达到了270升 而且大毒蛇装甲车是按照车族化思想来设计的 变形能力较强 在之后的改进中出现了比如攻击车 迫击炮救护车等型号 同时大毒蛇装甲车还有6×6的车型 该车型是在4×4车型的基础上研制的 4×4型的牵引能力为8吨 6×6型为15吨 不论4×4型还是6×6型 均可作为多种植苗和剑苗火力支援系统的机动平台 如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 或120毫米迫击炮 大毒蛇各种变形车都保持4×4车型 所具有的高速行驶性能及越野机动性能 从而满足军方对战术机动性的需求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各大国军中的发展 澳军也接受了美军的网络中心战思想 因此大毒蛇轻型装甲车 也能成为未来信息化战场上的一个信息网络节点 该车的核心信息化设备C4i系统 将指挥、控制、通信、电脑和情报系统融为一体 并且还是一种带有数据链的战场管理系统 可融入三军作战网络 从而实现单车与不同军兵种平台之间 进行信息交换的能力 而且目前生产的大毒蛇撞甲车 已实现了玻璃化 车内布置有多功能大屏幕液晶显示器 控制面板、车载电台和军用数据链 可实时接收上级或其他侦察作战平台传来的数据 语音和视频信息及指令 同时也能够将自身获取的情报 通过数据链传递给上级或其他友军 凭借着出色的性能 大毒蛇在外销上打开了局面 之前的澳大利亚能生产的武器其实并不多 大多都是一些枪械之类的轻武器和弹药 比如其出口量较大的F88系列步枪 F89系列机枪以及弹药 也都是欧洲进出口枪械国产化之后的型号 其出口市场也主要是西方盟国 以及受澳大利亚影响最大的南太平洋岛国 不过大毒蛇装甲车的出现 可以说为澳大利亚带来了机遇 目前已经有多国购买大毒蛇装甲车 比如美国、日本、荷兰、英国等国家 虽然数量不多 但也算是打开了国际军火市场 目前使用大毒蛇装甲车最多的国家 还是澳大利亚和荷兰 值得一提的是 机动步兵可以说是在当前时代如鱼得水 美国在2016年的时候就启动了机动步兵计划 对现有的小型越野平台进行改装 相当于特种部队作战人员使用的高机动平台 与之前的配置相比 机动步兵混编小组能够更大范围的执行作战任务 不仅能提升步兵的作战效率 也能当作扩展和移动化火力支援平台使用 大毒蛇装甲车的作战思路与其十分相似 之后澳大利亚将大毒蛇装甲车送到乌克兰之后 可以通过分散聚集分散的方式作战 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乌克兰的防守范围 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士兵的作战能力 不仅可以增加防御力量 甚至还能主动出击 对此各位朋友是如何认为的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